本来越大了 本来半恐怖游戏 你放几只鬼出来吓唬吓唬人就醒了 可他们偏偏要设计一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陷阱 给你带来胜利上的 经历上的 还有弹幕上的疯狂折磨 不过现在还好 我毕竟也玩了那么多游戏了 该解释的也都解释 哦 还好还好 好死了呢 语 各位好 猫黑哈贼赛 这次我的身份是个 盒子 完了这么久游戏终于让我玩到本地了呀 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我除了笑到自己是个盒子之外 一无所知 而在我的旁边还放了一个电视 难不成我是被这把人传送过来的吗 那我到底是盒子还是枕子呀 但是问题不大 即便我失去了所有记忆 但是生存经验还是 好像也不在了呢 在前面发现了一间木屋 似乎是猎人住的地方 难怪刚来的路上有那么多陷阱 诶 一个正在玩音乐盒的小女孩 上不去了吧 这时候知道叫我啦 以她合作拉开了楼梯 这小不掉也终于不再躲着我了 还是跳过了段桥 但一个不小心又被猎人发现了 又一说一 这猎人是真的爱我呀 哪怕小刘在他面前站着不动 他的眼里也是只有我没有他呀 幸好在仓库发现了一把猎枪 与小刘合作 结束了他罪恶而又孤独的一生 他离了猎人的领地后 乘坐木板在海上漫无目的的飘准 他有没有目的我不知道 但只有我 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而木板将我们带到了一座岛上 这里的人肉体和灵魂似乎都被抽走了 只剩下了衣物还在保持着生前的姿势 在这边又碰到了个合作关卡 因为楼梯已经断裂 想上楼的话 需要我先利用电视机的重量上去 再推下另一个电视 让小六眼跟着上楼 继续前进 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打开着的电视 可不知道为什么 它对我有着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并且我似乎有着一种可以操控它频段的能力 在操控到某一个特定书之时 我已经被它带进了电视世界 就在我想打开前方的门一探究竟时 小六将我拉了出来 还好还好 刚刚是抹正了门 不过这里好像是一座学校呀 但老师和同学们都不见了综艺 而在前方 还发现了一处类似禁闭式的房间 体罚学生们 这里的木板是不是可以打开 不过我一个人当然是不信的 但如果让小六跟我一起跳的话 说不定能将木板跳开 这次真不怪我呀 通过木板的通道来到了教学区 这里倒是熊孩子们设置的陷阱 稍有不舍就会被搞得血压飙升 但几十万分小心 我们还是找得到 我被熊孩子们用铁箱困住 他们就这样当着我的面 抓走了小六 我真的是不能再低调下去了 在附近找到了一把锤子 敢抓我的同伴 啊 你敢抓我的 Double Kill 继续前进 在隔壁见到了这里的老师 看起来就不太好惹的样子呢 还是悄悄地走过去吧 但发出的动静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有一说一 他这脖子长度天生 就是当健康老师的六啊 不对 如果不想当老师的话 或许有考虑个转行做害贼吗 趁他提罚孩子的时候 偷偷溜了出去 在周围发现了很多的监控和禁闭室 跟那个猎人一样 他似乎也被某种力量 影响了体态和心 哼 又来了 打不过老师 我还打不过你们吗 来吧 你靠 你是吗 抓小六是吗 今天有一个算一个 我钱给你们干碎了 各位 同学们 你们好呀 真的带上头套混入其中了 但这里面的学生也太疯狂了吧 这哪是学校呀 这不整个一社会人才培养基地吗 还有你呀 博成师他们做的吗 让你形形于地面 不是让你垂直于地面呀 真是的 疯了疯了 全都疯了 我也快疯了 迅速逃离了这里 但转身又撞见了橡胶老师 他还是个生物老师吗 可你这把人的废装到胳膊上是什么操作呀 假装共二头记忆吗 又找到了一把锤子 一路披杀过去 终于在厕所见到了小刘 这帮臭小子竟然把他掉在了房梁上 赶紧将他放了下来 在此事过后 他似乎也彻底地信任我了 我们之间的默契也变得越来越好 有时根本不用交流 一个眼神 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处理眼下的局面 而除了一些必须得合作的事情之外 经常碰到的小问题 自然就是我来处理了 一件要写的我像个废物 与他一起逃离了学校 但外面的雨势越下越大 我倒还好 可他这小绳子骨被动得瑟瑟发抖 幸好在附近找到了一件雨衣 尺寸大小刚刚合适 在穿上之后他就更觉醒了 是的 伸手变得异常灵活 多反倒成了拖后腿的了 不过这次我们来到的似乎是家医院呀 周围到处都是血 又是这个电视 我再一次被吸引了过去 虽然最后还是被小罗拉了出来 但这一次 我似乎离那扇门更近了 诶 你别害怕呀 谁家小孩不爱看电视吧 对不对 想逃离这家医院 需要找到很多的保险丝 但因为有了小六 我们分工合作的话 找起来效率还是非常高 到无聊到掰手指玩了呀 有这时间的话 能不能去干干活儿 在寻找的路上发现了很多的价值和假人 并且这些假人在漆黑的环境下 竟然都冻了起来 无差别攻击任何的活物 我只能一边用手电筒罩着他 一边行刺 又是一阵漫长的闯关 躲开了所有假人 拿到了保险丝 而这里的医生也终于出现了 这个胖医生已经彻底疯了 来到这里的病人 不管感冒发烧 他都给人按价值 一招先吃变天哪 跟小刘一起将他引到了焚化炉 接着打开开关 将他化为了灰烬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的心事真大呀 赶紧拉着他走出了医院 似乎是进入城市了 但附近的居民 对我俩完全没有兴趣 只是死命地盯着电视 是这个电视控制了他们吗 而远处则处立着一座信号塔 感觉离真相越来越近了呢 不过因为雨势太大 周围的楼房开始接连倒塌 小刘差一点就命丧于此 而在逃跑的途中 又看到了电视 不出意外的 我再次被吸引了进去 而这一次 我真的打开了那道门 里面坐着的 是谁呢 在他起身的时候 小刘其实将我拉了出来 但因为门一打开 他也慢慢地爬了出来 看来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他 是他利用信号塔控制了人类 将他们变成了行尸走肉 而离信号塔比较远的地方 虽然不是特别严重 但也受到了波及 那里的人们也被影响了神志和提摩 小刘 坏了 不能干等下去了 他要干出什么事谁也不知道 张手放在了电视屏幕上 可这次并没有回到之前的大门 而是被带到了另一个电视机外 变成传送装置了吗 那就来吧 管你变成什么 小刘 我就定了 这家的小孩子把电视放在阳台上了呀 终于 在其中的一台电视内发现了小刘 但竟然是那个瘦男设下的陷阱 他将小刘抓了回去 自己则慢慢地从电视中走了出来 开始了对我无止境地追杀 最终被他逼到了死路 逃无可逃 逃无可逃 那就不逃了吧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操控电视波段的能力 但这会不会也在说明 我的能力 或许 不属于你呢 在击败了瘦男之后 我也终于发现自己所拥有的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能力 我甚至可以操控城市的波段 将远处的信号塔拉到我的身边 但这些就以后再想办 小刘 一定就在信号塔里面 在塔内听到了熟悉的音乐声 这是第一次见它是音乐盒里响起的声音 顺着声音找到了他 但看来他也受了某种干扰 变成了跟之前那些人同样的怪物 而干扰源似乎就是这个音乐盒 这个音乐盒应该是他最珍贵的东西 所以瘦男才将干扰源置入到了这里 可即便如此 他在听到我的呼唤后 还是会随着本能慢慢地走向我 我趁机想用锤子降合的敲碎 但疑似显然是不够的 并且他似乎觉得受到了欺骗 开始变得更加狂暴 可没办法呀 要就像你就只能把音乐盒敲碎呀 在信号塔内利用地形与狂暴化的小刘 斗志斗勇 接连敲击了四次音乐盒 终于在第五次将它彻底销毁 小刘也变回了以前的样子 但来不及高兴 这里的世界满上就要崩坏了 我们得赶紧逃出去 附近还做了许多的肉球怪物 应该就是被吸走了肉体和灵魂的人类 可这个兽男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想要获得什么呢 不过小六你应该不知道吧 兽男已经被我打败了 我身上好像有着跟他一样的能力 以后在路上再碰到像香江老师那样的怪物 我们就一点都不怕了 你干嘛呢 怎么还不拉我上 在他放手的那一刻 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明白了我不会帅死 而是会在这里待上很久 我会一直被为什么这三个字困扰 直到变成跟兽男一样的人 因为兽男就是我 我就是兽男 从始至终 这就是一个由我创造的循环的世界 当我变成兽男后 我会将自己的一部分意识分离出来 通过电视传送出去 他会遇到小六 并开始与他进行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的冒险 直到最后被他抛弃 而循环的原因 就是我想知道自己究竟哪一步做错了 究竟是因为何事件让你感觉到了背叛 还是摘掉帽子后被你发现我就是兽男 亦或者是我的能力让你感觉到了危险 又或者是你的生长环境 你的孤僻 你的安全感缺失 你从始至终 是不是都没有完全信任过我呢 我可以继续为你找无数种理由 但你究竟哪一次 会抓着我的手呢 欢迎你来到这里透过了窗户 看到满目的黄 少女赤裸着霜 不关才被埋进了黄土 坐架口中的光 不凡不开始变得归尘 又不做得淡 踩下无多的行人 下着无的鸡 城堡里开始变惊喷 胸口的银纹 纪念试剧的仙人 与光亮陶蝶 没人听的音乐也不会了解 下着的阴霾 笼罩着这片灰气的大海 关风暴雨着肆虐的事 我对你的爱 往死的鬼在六道之外 不尽的徘徊 独自一人承受着孤单 受着那是爱和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